3、5、1、3、6 2、2、2、3、3、3、4、3、4、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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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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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69 5969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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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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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然后就是可以 当然可以即时有病 但即时有病的那些 就不是很多情形 大多数都是慢性 就是说为何 为何这个小孩的增长问题 为何这个抵抗 总是人家病的时候 人家不病我病 这些他们就trace到黄斗类 而为何初初我们觉得吃黄斗好呢 因为发觉很多女士 他们有这个Uteroid 即是他的Uterus 里面有些叫Fibroid 所以就在想 哪些人没有那么多Fibroid 就可以看到了日本人 日本人的女士 他就少了Uterine Fibroid 所以他吃什么的 黄斗嘛 他吃豆腐的嘛 就这样想 但是他除了吃豆腐 他有吃鱼生的 然后就看到了 他也不是经常吃鱼生 因为鱼生贵了 发觉不是鱼生 一定是黄斗了 但是原来忽略了一样东西 就是原来他吃海草的 原来海草会令到这件事 减低 但是原来黄斗 就不是因为这样令它高了 所以当够多人开始吃黄斗 他就看到了 哇那么多问题出现 所以 还有最紧要是开始呢 有一段时间开始做些小朋友的Formula Baby Formula 是有黄斗里面的 接着就来了 哇 接着那些病啊 那些情形啊 恶性啊 就是说他会有aggression啊 这些开始登出来呢 那我为什么要摆上去给大家看呢 你自己看回 自己看回 那你自己看完呢 你会看到 那记不过上一次我们讲过什么 就是原来这些油 都要很小心的 这些油 如果那些油份是不好的 会令到那种东西 不好的东西 会变得更加差下去 更加差下去 那所以呢 这种黄曲梅素 Aspergillus Flavus 影响了黄斗和粟米 然后粟米和黄斗都可以做油的 那你想想我们平时煎炒的东西 那我的那些paper 很多份的 有十六份东西 那我会说 其实有一样东西 就是整个韩国的食物 都大大影响 它自己登出来的 World Health World Health 登出来的 就说这个很大问题 因为 压低了抵抗之后 那我们就有很多病了 那譬如现在我们有这些 感觉有疫情的 那我们真的需要大家的抵抗 所以黄斗你说 多少我就拿了那些 那些不好的东西 放出来 但我就令到大家有条链 为什么条链很重要呢 因为你如果只是在想 因为它影响我们的海蒙 简单而已 我吃少一点就可以了 但当你看回黄曲梅素 当你看回它怎么处理 当你看回在食物 小朋友吃开的东西的时候 用了这些东西之后的后患 后患有这么大的影响 你就会开始另外看黄斗和粟米 黄斗和粟米 我先拆开这问题 问你 如果说黄斗是用来做豆腐 或者豆浆 可能我们已经吃很多了 你的说法好像是颠覆了之前 我们的认知 是的 我不要自己站出来 因为这件这么颠覆的东西 所以我就要拿一些dataset 让大家看 因为我们讲到data 这个专家 他的名字叫Dr. Cheryl Rosenfeld 是在Bio Med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Missouri 里面做了一个研究 2019年 他就review了 How soil affects人类 和动物的东西 有什么影响 然后他说了这个问题有多大 然后他之后也找到 就是会影响到小朋友长大的时候 会打架 会不听话 更加会猛烈 读书有问题 他就说了这些出来 然后他就trace回去 trace回去 看回由他那些专家 再对上去 对上去 2004年 有一个study 就说当小朋友 如果本身有甲状线的 叫做生出来 已经有甲状线 当你给了黄斗 和不给黄斗 那些小朋友 那两种 当有食开黄斗 它是难了去医 和难了会好的 即是连用药去医 都会难了好 这个study 两个都放在一起 这个是重要的 重点来的 因为如果 它会影响你的康复能力 和一个人好的能力 那么变成了 他们这么小 小朋友通常康复是快的 它竟然可以影响到 小朋友的康复能力 那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 就是说究竟这样的事 应不应该吃它呢 以及应不应该小吃呢 以及小心呢 我们就把这些东西放出来 让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说到其实 做食者来说 豆腐可以说 其中一个最主要的食粮 一些不食肉的朋友 做食者 这样的说法 对于做食者来说 影响很大 是的 还有他们之后 做了一些新的formula 再改良它 他们又再做个study 看看 会不会新的formula 好些呢 原来也是不好 所以变成了 旧的版本和新版本的黄斗类 原来也有这个影响 这些paper 为什么要全部摆出来呢 因为我们不是很多 首先在前线的人 你看病人就会有钱收 但是你看paper 就像你看报纸 不会有人给你钱 所以变成了 很多study 就没有人与它在一起 但是我只是想大家想想 如果有一件事 是有这么负面的 影响 有些不清楚 有些人就说 吃了下去 可以帮助你 跟年期影响你的行业 但是你看看 它有这么多东西 还有黄曲梅素 就没有说 没有说是有人拗 是个个都肯定 百分百是不好的 而它那个成份 影响了 corn和soil 那个farming 那个practice 是有问题的 就是绝对是一个 我们在世上 现在要处理的一个问题 你如果只吃其他东西 如果你吃其他东西 你起码是混淡 米 做素食都可以吃米 米反而没有这个 没有那么大的问题 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所以这个就很interesting 可能帮不到你瘦身 但是它起码是会好些 所以这个分开些data 你开始看 如果我这样 如果我吃豆腐 起码我用些油分 是好些 不要放些 又偶了的油 或者上番煮 或者某些东西 就会令到它magnify magnify 这种东西加速 没有人做过这个study 是黄斗再用些不好的油 去magnify 这个只不过我看到 不好的油 会怎样影响身体 那里有data 还有就是黄斗 怎样影响身体 又有data 但是两个一起 有没有data 没有人做过这些东西 所以我只是和大家说 如果你能够可以分开它 在这里吃豆腐 就蒸 蒸会好过煎 如果煎的话 用些好过油煎 对 好像牛油果油 当然会好过不是牛油果油 还有如果你万一 不断吃很多菜油 你要吃些鱼油 但是如果你刚好 又是吃素的 不吃鱼油 那你要做些什么呢 上次不是说发芽 发芽会帮到 发芽的红豆 又会帮到 发芽的黑芝麻 又会帮到 总之你的配搭 在不同的食物里面 不要集中在吃黄斗 和粟米 尽量避免煲汤 是叫用粟米的 用苹果 用苹果 不要用粟米 对了 有粟米猪骨 用苹果 还有猪类 和人类的DNA很相似 很多手术 心脏手术都会用猪 你用鸡 你用鸡 那些成分 用这种方法 就会差很远 差很远 很多问题 我想都不会解答得完 我选一两个 你选一两个 我现在解答 他就说 煮糙米饭 或者米 要浸一段时间才煮呢 这个很聪明 这个人这样的文化 因为上次我没有说 我说糙米 糙米是可以发芽的 但是我记得我说过 你不一定要发到它 变成像芽菜 不是要发到它出来 你要令它饱满 那个过程 做浸了三次 三次了几个小时 然后最后用 用苹果 做两个汤匙 放进去 刚刚在里面 记得每次浸 都要洗走水 好像洗米 这样做法会饱满了 这个叫做sprouting sprouting sprouting 是会令到它多了功力 你会见到外面的文章 讲sprouting 有十二个小时 隔晚 有些人还有两至三天 就开始见到它发芽 我们不用它发芽 我们是可以吃饭 所以浸了它 你记得去洗 去走水 因为全部那些教理 怎么做法 不叫你洗走水 用回同一盘水 千万不要 因为它没有考虑过黄缺霉素 那种东西 一定要去走 而且如果吃了下去 是没有什么解药的 没有什么解药的 只有一种 那个解药叫glutathione 不过也是很长篇的问题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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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 有下次解释 好 好 还有一个问题 好 这位听众就问了 你之前介绍过Algaberry 对身体好 他应该来冲茶喝 或者像糖浆那种 酱油 或者是一粒粒的 哪些很好 好 这个人一定听开我香港的节目 因为我在你的节目 和你没有说过这些东西 很感谢他 首先有听过这些东西 那么我就有说过 Algaberry 其实含有里面 叫做Hemagglutin的protein 就是蛋白质 但叫做Hemagglutin 那么它有什么好处呢 Hemagglutinin 它就是可以令到 平时有病毒 它会想进入到我们的细胞 它会差不多是令到它 入不到 入不到 即是为何我接触 有些病 有时候我们会不病 刚才说黄豆会increase 令到我们弱一点 但是这个会相反 这个会令我们强一点 即是如果别人有病 你又吃这种东西 你会有机会病少了 因为这个Hemagglutinin Hemagglutinin Hemagglutinin 的protein蛋白质 在这个Algaberry里面 究竟吃哪种呢 第一 Algaberry不应该有甜的 不要有糖分 所以变成Syrup 如果你吃下去甜的 就不要用Syrup 茶包当然我们不下糖就可以了 所以茶包好 可以Poach它 可以烤它 可以浸浓它 可以浓浓一点 也可以 小朋友就不要多喝5ml 5ml 如果很小的朋友 那大朋友 大一点的那些 就10ml 大人就不要太担心 你就跟着这个包 那个做茶包 那样东西 但是如果有Supplement Supplement 这个就答不了你 因为不知道 它配搭其他什么东西 还有它的Algaberry 是否有机 还是它是怎样弄出来 如果它不是有机 它是什么来源 这些又要看 通常我都喜欢 如果是不清楚的 通常都喜欢选 是一种自然的Algaberry 因为 不是代表它完全没有农药 是少了 还有它有了一个 regulation 就令它小心一点 就是我们要用盡的方法 因为很多很多东西 其实我们有所不知 就是原来那些东西 说了没有东西 很好 那时候的Data 它是用某个角度去看 怎样不知现在不同了 就是这样的意思 好 那说到这么多 下个礼拜 再请赵博士上来 和大家说一下 这个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 好啊好啊 Sindy 拜拜